当地时间5月8日晚,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抵达布达佩斯,应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欧尔班邀请,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。匈牙利约翰·冯默伊曼大学欧亚中心主任,匈牙利援助上海总领事勒文特日前在接受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专访时表示,习近平主席对匈牙利和欧洲的访问意义重大,在谈到为何近年来,匈牙利在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史。 勒文特从五大领域给出自己的看法。近年来,匈牙利在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上创造了多个第一。 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被忘目的欧洲国家,第一个开设匈语和汉语,双语教学学校的欧洲国家,第一个设立人民币清算行的中东欧国家, 中国国家旅游局设立办事处的第一个中东欧国家,第一个发行人民币战券的中东欧国家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匈牙利近年来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,一直坚定地支持中国。 长期以来,匈牙利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,也是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国家。 公开资料显示,目前中国是匈牙利在欧洲以外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。 匈牙利是我国在中东欧地区最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。 勒文特8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这是中国国家元首20年来首次访问匈牙利,也是习近平主席5年来首访欧洲。 在这个百年大变革的时代,这次访问对国家和地区间合作意义重大。 他表示,21世纪最重要的一件大事,就是世界秩序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变。 在上个世纪,西方国家是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,但现在西方的霸权已经结束。 随着中国和全球南方多国正在成为新兴的经济强国,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的世界秩序。 而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和欧盟将与其他各方一起发挥主导作用。 勒文特告诉记者,匈牙利是欧洲对华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,因为该国有自己的外交思路。 其群就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,匈牙利希望看到更加多样化的国际关系和多样化的经济合作。 他表示,匈牙利的做法与其他欧盟国家不同,匈牙利不仅实际上与中国做生意,在言辞上也不批评中国。 我们不干涉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,欧洲也不应介入中国的内政。 他同时认为,西方应尊重中国的文化、传统和思维方式,不能把西方的思路强加给中国。 只有在彼此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,才能真正建立互利合作和更好的未来。